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做工人的爱 欢迎回到做工人的爱 台南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贵宾是 劳工局网信机局长 庄正宪专委 以及吴素贞科长 他们三位在做工行善团十几年来 都是无怨无悔的陪伴 利用假日跟着我们行善团 做了每件每件的修缮 当我们录音现在为止 已经做了262件 而且还在持续增加中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听局长您聊起 我们知道 在这个做工行善团这几年来 它有1.0、2.0、3.0版都有 可是其中有个蛮重要的是 中国行善团有两个特质 那许多人提到的都非常赞美 第一个就是 他们不是只有服务我们的台南市 他们服务外线市 第二个他们只有做工 还会装电器 出锅拿一个装挡 类似之类的 事实上我就发现 有个外线市的议长告诉我说 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劳工局 他们有办法自己来出书来书写 那出书书写的背后就是 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完整的资料 他这么说 我相信劳工局也是如此 所以想请局长谈一谈 当时为什么会到外线市 当然美夏老师提到了 因为韦德市长把我留下来 那在109年的6月10号 我们代表我们当时的赖市长 离开台南市去当院长 院长之后又有机会当上副总统 他没有把台南浙刚行善团 这件事忘掉 他一直在注意 有没有仔细做 所以在109年6月10号 他打电话给我说 我认为当时在议会 他在总实行 刚好没有问到我 他说副总统的电话要不要接 因为他10点多打电话给我 代表他一定有重要的事情 那我就还是选择接 但是当时他耳朵都很敏感 接听到那种声音的进来 过程 你在议会吗 对 那我简单跟你讲 我礼拜六要回台南 你把那个理事长叫来 我要跟台南做工人的帮忙 跟工人修一组件好事 要水平展开到北的县市 然后他就真的礼拜六就回来了 回来给大家扣车票 我们的理事长没有第二计划 走了 因为有副总统带着我们把台南行销出去 就这样从屏东高雄嘉义县市 我们到引领到我们到的南多 去做这样的完成的部分 所以 所以其实局长我觉得每次听你讲这段 我心中就在想说 这个总统的魅力在民间 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 后来我有问了我们参与的理事长说 赖副总统当然讲说 敢要做 大家说做下去 我说你如果想到 效果是什么 他说没问题 人家这样说一定是好事 对着他的腹没就对了 你看这个魅力很十足 我相信您跟你的专委 跟您的科长 也有这种魅力 我们就一直做下去 好那接下来我很感恩免是好事 其实我跟美颜老师结言 就是我们总统做起床的是 因为106等于是106年的时候 他也是要接到两任要尾身的 那总统的很多媒体都说他要做议党 但是我还感觉他没有要做议党 因为他每天每一个每个礼拜的市政 盯得我们好紧 我这天市政会就跟他说 我们要赶快 现在市政务要篇一本书 因为把书把我们这几年 这两任做下来的点点滴滴 把它汇成一本书给下任的市长 市长如果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棒的 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不理想的 他可以有所调整的依据的部分 好今天这个礼拜是这样讲 下个礼拜来 上个礼拜拜托大家 市政务要出一本书 因为取监务出准备 因为劳国局可能是配角而已 所以我第二个礼拜 每一个集图的一本书是整套的 我说我叉了 我劳国是逛逛逛 我是要怎么下 所以我要赶快找美小师 美小师当时也认你一次子 你劳国是要叫我下啥 所以我们有缘下一本台南最好咯 接下来每小时又到过下来 又每小时又只能说 我们台南有很多六甲好朋友 包括他的职能在台南叫 逛逛作为发表判演资产达人 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这些资产达人 我们又把它废整起来做 台南好职人 又第二本 拜托美小师跟我们真的第二本 台南好职人 那当然做到浙江人 浙江的行善团 每小时到我们的邁入第十年 尤其在我们当时的副总统 现在的总统 他也回来跟大家共享 每小时 我们做工生成团 我们要出一本书吗 所以每小时又至高温柔 就投进来了 所以我很感恩每小时 我们台南吃到的 是什么事情 那好职人是什么人 所以事情跟人也咬起来 做工人要来 把它变成爱这样呈现 所以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 感谢每小时的用心 好那个要替劳工来写 真的要花会十倍以上的力量 但是我觉得会一直写下来 甚至于我们这次呢 也争取到文化部 让我们可以做这个节目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是陈台长 就是我们的城市广播网 确实我觉得他们认为 我们在广播节目的职责 就是要做把社会上善的 应该的事情把它讲出来 这点气魄跟这点演技也是不简单 那其实我在写这个过程中 我就发现说 我们常常觉得在城市的 微光里面没有什么 但事实上在写这几本书的过程中 我自己认为我是被他们感动 我又穿了什么 老师还感动 还很漂亮 你不可以说 老师我都筋量到没睡 要没睡 跟门都流流流的一个讲 因为讲的是平常 日常的善行 你看这本书中 其实我是在想 我唯一能做的是 为我们这些的台南可爱的老公们创假 你说不要说白行 只说第一份三百多页 第二份四百页 加到第二份五百一十二页 这个根本连印刷厂老板就说 好 那手拿得多份就闹到 真的 分量非常重 可是我觉得我们彼此成全的就是 老公在为自己的善 然后去服务给大家 他为自己创假 那我对文字来讲 或是我们讲说 今天这个神是广播 他们能够做的就是 用我们的能量 也为这些老公创假 他们都是人满美好的价值 蛮感谢我们老公 有这样的让他们的开头 所以这样回头去看这一群 可爱的志工 对呀 你怎么讲都是他们是可爱的志工 这也是一个可爱两只形容 那专伟呢 你怎么看这群志工 我就是 刚才一人说 我们一百康二年 那时候我去科长 我也是说 从他们说 工会应该是老资关系科 但是你职灾劳工的服务 是劳安福利科 所以那时候就带我来做这一行工 我这开始说 做这一行工好像很不简单 但是也是最爱 就是来接受来做看看 所以就一百康二一百康三年 我就陆续接 这些公会的伙伴 大家接触 我发觉 做工会 他都做到 祭工大家都做到最高兴 他也都会说 做祭工出来做都不贴 但是 贪钱的 对 他觉得 生锅不贴 所以我听他们的说 其实我也觉得 我从中也学到很多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计划 所以我 我许是说 我自己说 我之前是有点薪水的公务人员 他可以行人做这些薪水 我是碰他们的福气 所以我管你又继续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真的不得不问你一句话 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 您跟素贞是两位最重要的公正 倒也不信我 我问您什么 你就叮咚一张照片来 十年前叮咚 比如说我说 我最劳当 那个案例 结果你看那个水泥车被卡在那里了 我没有照片 然后你就叮咚一张了 然后就说 去那个狮子乡 不是像那个 miss impossible一样 人家又摸一张照片在那里倒水 都叮咚就出来了 先请问您 您的资料库怎么这么庞大 因为一开始 我那时候毁坎的时候 包括毁坎 毁坎 各公会要做什么 大家都讨论 讨论要流程白了的时候 就是要叫那些流程来做 所以一开始 我其实都 我的手机的时候 都有记录下来 所以刚开始的一些资料 我都还有存起来 了解 所以那个资料是宝 别再吊了 因为现在大家仰望 那个资料找到说 就是那时候 你看在那里满头水 的时候 几片 所有的辛苦 其实从照片中 点点滴滴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们这次在出宿的时候 有点辛苦 虽然是照片是齐整的 可是每个照片的来源不一 它的颜色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们重新再置版 然后每张修色的 最主要的原因 不过我也很感谢 我们的这个老公局的朋友的支持 包括小米的陪伴 还有当然另外一位 就是我们的树贞 树贞真是 你有事没事就找他 他永远不嫌烦的 那树贞您陪伴这个志工 团已经大概这么长的历程 你的对他们 你怎么看这群志工团的伙伴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 除了专业这个无庸置疑 然后再就是他们非常的敬业 而且充满热忱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非常的有秩序 就是我们就是包括我们 除了我们秀山以外 如果我们有办一些活动 他们总是第一个报道 然后就是非常团结 然后而且一致的就是非常的 让人家觉得说他就是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的一群人 然后就是不管到哪里 他们跟我们这样子一路走来的话 我就觉得他们除了去整修这间房子 其实他们如果知道暗主他们有特别的需求 他们都会特别去加强 比如说无障碍或者是扶手什么 他们都会去帮他们注意到 然后去细心的去体会他说去帮他们做任何的事情 而且包括他们完工之后还会教这些暗主怎么使用这些器具 就非常的贴心 所以树贞谷长一讲 我突然想起了 在我们今年的时候呢 全国劳工的一个表演大会 哇你们那个场合实在太盛大了嘛 有得讲的没得讲的 有关系的没关系的 全都上 来局长那时候总共去了几个人呢 那次我们去的三部游玩车了 所以人家说 这也是个光荣 真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谈有趣的事情